要防Delta病毒边境界备 但机组员检疫规定还在讨论是否再加研 就有飞行员打过两剂疫苗人确诊 船入航空一名50多岁台籍男机师 8月27号从美国芝加哥返台 机场裁检验出阳性确诊 在台湾期间无症状 已经匡列24人 其中12人得居家隔离 在6月8月分别接种过AZ的疫苗共两剂 这个案子会让未来打过两次疫苗 这一个区检的规定趋延 国内第一例机组员突破性感染 始终透露未来检疫更严格 原先27号已经下令 还没打过两剂得5到7天居家检疫 完检接种只需要PCR和加强版自主管理 有在讨论是否改成5加9 现在恐怕跑不掉 而机师染疫是否影响社区足迹还在查 ZATA病毒有人说它的那个 可传染期可能久一点 它在症状出现前4天 可能就有传染期 那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个病毒的话 我们的那个它的那个足迹呢 就要回脱到 它病前4天 专家分析不管是否仅14天 都得采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 有机师认为完整接种疫苗如果还得关5天 没有科学依据 尽管目前规定还没出炉 但管理区也是在必行 TVBS新闻张敏黄敬一特别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